一个人在人间要行持正法 正法就必须要有正性正念 大家记住什么叫正性正念 比方说把别人经常往好的地方想 相信别人一定不会做对你不好的事情 这就是经常把别人用正的意念去想 就是正能量 所以正性正念就是你学佛为人处事的一个基础 那么很多人说我靠什么获得正性正念呢 师父告诉你们靠什么 靠实善业 实善业就是经常要做好事 动好脑筋 好的行为 你们都可以靠实善业得到正性正念 还要增长智慧 很多人为什么有智慧 而有些人就没有智慧 你们想一想为什么 智慧怎么来的 师父告诉你们 能够守戒的人 他就有智慧 一个人别人去贪了 我不贪 别人打架了 去争了 去恨了 去做那些烂事 我不做 我守戒 那你就比别人有智慧 举个简单例子 人家说去吸毒吧 像神仙一样 你有智慧 靠什么 守戒 我不去犯戒 我守戒 你就会有智慧 拥有信心 靠得精进 努力开始 用自己本性的觉醒 来出离自我的习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